大家好 这个视频想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说有养老保险吗 我真的搞不懂什么叫养老保险 在美国你想老年生活要保障 年轻时候你就纳税 社会保障局他就有退休金 还有你工作好 你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 那你肯定会有退休金 这些都是养老保险了 什么叫养老保险了 有谁会给你免费养老保险了 我想在中国在美国都不会有吧 你没有付出哪有什么养老保险了 你像我现在买这个生命保险 也属于是养老保险 但是要自己买的呀 每个每年你要一次性交多少钱 连续要交到什么年纪 这是你在你认可的情况下 你签好合同 那你就每年按时交钱就OK了 这个我买这个生命保险 也可以说是养老保险 都不会是免费的 你就是工作在哪个单位 也不会有人给你养老保险吧 属于是养老退休金 对吧 也可以说是养老保险吧 你有养老退休金就属于是保险了 生活要保障了对吧 所以在美国他就讲来讲去 现在我的视频就是反反复复讲 这个社会保障 这个养老金也可以说是退休金 也是一个养老保险啊 然后你年轻时候工作 那你有工作退休金 也是一个养老保险啊 这些都是要付出的呀 你没有工作 你哪有这样的待遇对吧 没有天下 天上掉馅饼 给你免费的养老保险 哪有啊 中国也不会有 对吧 美国更不会有 美国更要讲很实在的啊 金钱社会啊 就是实实在在的啊 你没有付出谁给你啊 除非你是吃低饱 你吃低饱 在你的老年生活中 你觉得你愉快吗 你就是住在政府 享受政府免费 或者是免费多少百分之几的 那种公寓里面 你觉得你愉快吗 你舒服吗 人家住在自己的房子 自己能够付款 你跟人家比你内心上 你是怎么感觉的 对吧 所以我从来不羡慕那些去 年轻时候不作为 特别是来到美国 就是吃低饱 领白卡那些人 我不是说瞧不起 我不欣赏 这样的人 对吧 除非你是老幼病残 是有原因的 政府可以给你吃低饱 这是情有可言 对吧 如果你是又懒啊 又不作为的 就来这里申请低饱的 那不可能 也不可能长期的 除非你是老年人 生活有困难的 可以申请低饱 他都需要有条件了 所以说 什么叫养老保险金 有保险金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保险金 不会有免费的保险金 养老金也不会有免费给你 除非你就是老幼病残 生活条件有困难 你申请吃低饱的人群 你就有免费的养老保险养老金 对吧 所以我就在这里 跟大家随便聊了 一位网友就问我 有养老金吗 保险金不是养老金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没有什么免费的保险金 我想谁都不会有免费的保险金 对吧 好的 就给大家随便聊聊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拜拜